千万别惹这个小孩 烧得通工的烙铁 就往门把手上挂 一只长的大铁钉铺在地板上 整桶的润滑油 一股脑全倒在楼梯上 尖锐的玩具铺满窗口 二十米的大麻城 牢牢固定在书屋上 接着 凶孩子坐在餐桌前 享受他的圣诞大餐 刚刚吃完 就有两个笨贼到访 凶孩子赶紧吹棉蜡烛 手指猎枪站在门口 熟练的上堂一气合成 俩笨贼站在门外 花言巧语 想骗熊孩子开门 熊孩子呢 可没这么好糊弄 枪管从狗洞伸出来 一枪打在笨贼孩子的命根子上 疼得他嘶哑咧嘴 原地起跳 蹲在地上站不起来 差点成了太监 笨贼卷毛 赶紧把头伸进狗洞 一探究竟 一抬头就和熊孩子四目相对 熊孩子调皮的打了个招呼 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 一枪打在卷毛头上 疼得卷毛捂住头 原地打滚 第一回合 熊孩子半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八岁的熊孩子 要独自制作俩笨贼 原来几天前 熊孩子一家人 决定出国度假 没想到粗心的父母 竟然把小儿子凯文 放在家里 这一下 凯文彻底放飞自我 把父母的大床 当蹦蹦床 爆米花吃到爽 冰激凌 堆成小山吃到撑 电视机24小时开机 还是觉得不过瘾 打开哥哥的宝箱 翻出一本花花公辞大志 可凯文却毫无兴趣 直接丢在一边 别说凯文真会玩 雪橇抬上二楼 一屁股坐上去 小围巾往后一甩 身体前轻 重心前移 驾 太爽了 直接滑出大门外 在空中帅气飞跃三秒 一头扎在雪堆里 还自己点了个大披萨 外卖小哥飞奔而来 把凯文家门口的铜像 直接撞飞 凯文怕外面小哥发现 家里没有大人 打开电视 遥控控制器 和小哥对话 谁啊 我是送披萨的 放在台阶上 然后滚蛋 小哥放下披萨 不肯离开 凯文又按下控制器 你要钱吗 吃东西当然要付钱的 该给你多少钱 吃一块八毛 凯文把钱 顺着狗洞丢出去 再次打开电视 不用找了 电视里接着说 我数到时 你要不滚蛋 我请你吃枪子 随后开始数数 十九八七六五四二一 接着一阵枪声响起 吓得外面小哥 连连后退 一屁股坐进垃圾桶里 起身拔腿就跑 凯文在屋子里偷笑 这一雄孩子 还真是淘气 当晚就有两个贼来了 具体让伯爷讲讲 诶 这画面回到凯文家 大别墅的门口 孩子早就假扮警察 提前踩好了点 知道 这凯文一家 都已经出国度假了 卷毛肆无忌惮地 把车门一甩 巨大声响是顿时惊醒的凯文 接着呢 这俩笨贼的身影 是顿时出现在的窗外 凯文立马起身 打开了座的灯 俩笨贼刚想要撬门呢 屋内顿时亮起灯光 让他们以为 这家里有人呐 立刻夹得尾巴开溜 而这会儿的凯文呢 正躲在床底下 吓得瑟瑟发抖 可是呢 他下一秒感觉 自己不能这么怂啊 于是便从床底下面钻了出来 走到外面大声喊着 我再也不害怕了 没想到下一秒的凯文 被吓得发出了猪脚 扭头立马就跑 原来这正是邻居老爷爷 哥哥还跟他说啊 这老爷是个连环杀手 专门干了小孩 第二天晚上呢 这不死心的俩笨贼 再次来到凯文家里面 屋内是灯火通明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正在开party 矮子那是想不通啊 这家人这么快就回家了嘛 于是呢 只能是再次作罢 原来啊 这家里面的人竟然都是家人 正是我们凯文操控的绳子 做出了跳舞的姿势 又把人像绑在了电动火车上面 成功把奔贼给糊弄走了 第三天呢 这俩奔贼又来到了凯文家里面 看到了凯文一个人 正在装饰圣诞树 凯文是赶快假装叫起来爸爸 可是啊 奔贼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们确认 只有凯文一个人在家 两人那时相识一笑 决定今天晚上九点 就正式的洗劫 凯文家里 不过没想到的是呢 他们的谈话 竟然是都被凯文给听见了 凯文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他提前在家准备了陷阱 烧着通红的烙铁挂在门把手上 楼梯上面涂满了万能胶 一尺长大钢钉固定在楼梯上面 系好的逃跑的绳子 晚上九点 这奔贼准时到访 凯文是立马举枪上堂 给了奔贼一万点暴击 随后呢 这两人决定 要兵分两路 抓到凯文 矮子走到了正门 一脚踩在了 结满兵的台阶上面 直接摔了一个仰面朝天 而是好不容易站起来呢 手爬着栏杆是一步三滑的往上爬 刚走上台阶 脚下一滑 从台阶上滚了下来 差点就摔出脑震荡 而在里面呢 这卷毛顿时来到后门 后门楼梯同样也被凯文倒上了水 结满了冰 卷毛一脚踩上去 直接滑了下来 屁股是当场摔上了八板 疼得卷毛怀疑银声啊 痛钩子啊 勾住了门 往里面看 确认这里面真的没有人 他小心翼地打开了门 刚想打开灯 没想到一把把灯给拽了下来 抬头一看呢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运斗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 跟卷毛脸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在他脸上 留下了一个运斗的印记 而在另一边呢 这矮子终于走上台阶 来到门前 伸手就要开门 刚刚握上把手 就立马被烫得发出了猪脚 手心就被烫冒烟了 再一次滑到了台阶下面 矮子急忙把手伸起来血里降温 伸手一看呢 手心被烫出了一个M 第二回合 我们凯文是再次完胜 高兴得别了个夜 矮子只能是又换了一个门啊 这次矮子学聪明了 小心翼翼地触碰把手 确认了安全以后 这才打开了门 没想到刚一开门啊 这火枪顿时喷出了火焰 矮子头顶瞬间着火 他尖叫的一头扎进了血堆里面 仅剩不多的头发 被烧得一干二净啊 而这一下呢 我们矮子是真发火了呀 他一脚出来开门 冲回去就要找着凯文算账 凯文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而在里面呢 卷毛的遭遇同样也没好到哪儿去 鞋子是被大骊脚牢牢站在楼梯上 他只能边上边脱下了鞋 又脱下了袜子 抬着脚呢 又一脚踹到了一尺长的钢钉上面 腾得他抱着脚直接摔了下来 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嚎叫 不知道的 这还以为掉进了猪圈呢 地下室走不通 卷毛想要爬窗而入 凯文早就预判他的预判 故意打开了窗户 卷毛是钻紧了房间 一脚踩在凯文提前放下的玩具上面 疼得卷毛一屁股坐到地上 呲牙里嘴站不起来 这回的矮子呢 摸索到凯文的房间 他听见了凯文的声音 立马闯进房间里面 一面一张保鲜膜就糊在脸上 刚往前迈了一步 又触发了机关 风扇吹动羽毛 飞了矮子整整一身 矮子吐出了一口羽毛 瞬间变成了一只大碰鸟 这时的卷毛找到了矮子 两人是一块找到了凯文 凯文是故意刺激他们大喊的 你们两个大笨贼啊 根本就抓不到我 俩笨贼是顿时被激怒 吵得凯文冲了过来 刚想上楼梯 一脚踩着凯文提前放好的小汽车上面 甩得仰面朝天 气得矮子踩着卷毛肚子就往上面冲 凯文找准的时机 一桶油漆飞了过来 矮子低头一躲 油漆迎面把刚要站起身的卷毛 再次砸了下来 矮子刚骂卷毛怎么这么笨呢 夏苗呢 另外一桶油漆飞来 就把矮子同样也给砸飞了 矮子落在了卷毛身上 来了一个脸对脸 凯文是再次胜利了 凯文趁其确认了机关 拿起电话报警 这时啊 俩笨贼同样也上楼梯 矮子一脚被机关绊倒 卷毛飞身一扑 一把抓住凯文的脚 凯文怎么也针头不开呢 眼看就要被抓住 凯文看见楼梯上面的狼珠 伸手就抓起狼珠 放在了卷毛脸上 卷毛吓得顿时松开了凯文 一把把狼珠甩在矮子肚子上面 不得不说 这卷毛脑回路还真是清奇啊 他想要打死狼珠 对的矮子肚子就是一铁钩 没打的狼珠 一钩子打在了矮子肚子上 疼得矮子满地打滚 这时啊 凯文顺的绳子 划进了树屋里面 两个笨贼同样也跟了过来 凯文顿时大声下二人挑衅 这套激将法对两个笨贼十分有用 两人顿时抓的绳子像大猩猩一样爬了过来 两人爬到中间 凯文顿时拿出一个两米长大剪刀 俩笨贼看见立刻就往回爬呀 但是凯文怎么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他果断剪断了绳子 俩笨贼瞬间变成了人员泰山 一头撞在了墙上 又重重摔到地上 凯文是赶快跑到林佳的后门 没想到这回呢 俩笨贼是再次学聪明了 他们从前门进入邻居家 直接堵住了凯文的去路 他们把凯文给抓了起来 挂在门上 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凯文 而就在这会儿啊 邻居杀人狂老爷爷 举的铁锹是悄悄地靠近 他招的卷毛后脑勺就是一铁锹 直接把卷毛给拍晕 矮子顿时发现了不对 转过了身 老爷又是一铁锹拍了下来 矮子同样也被拍晕呢 老爷救下了凯文 警察也很快赶过来 他们把两笨贼给抓了起来 最后一局呢 我们凯文又赢了 凯文是得意地和两笨贼 说了再见 第二天一早啊 这凯文在大床上面醒来 他看见了圣诞礼物 以为家人回来了 结果家里面仍然是空无一人 凯文是失望地低下了头 一扭头就看见 妈妈站在了身后 他开心地扑进了妈妈的怀里面 随后这全家人都回来了 一家人也算是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本篇到此结束了 本篇叫小鬼当家一 本期问题 你遇到过 但欺负小孩子吗 遇到过扣三个一 没遇到过扣三个二 伯乐遇到过 那次在肯德基买汉堡 结果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就过来插队 我说 叔叔 是我先来的 结果他说 小病孩后面待着去 旁边一旁的胖叔叔 看不下去了 怎么能欺负小孩子 胖叔叔一瞪眼 吓得那个人就走了 伯乐感谢了这个胖叔叔 对啊 我也见过那种插队不讲理的 他们就得需要一个狠人下午一下 那帮人都是气软怕瘾的 嗯 不过呢 还是好人多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 给熊熊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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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